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家族位在文化大學旁邊出租的凱旋院 最近頻頻被民進黨攻擊 有名嘴的臉書貼出 他的租金呢 確實比周邊的租屋貴兩到三倍 昨天晚上還有台灣獨立運動人士特別到凱旋院前面來洗地板 留下包租侯坑學生的字樣 對此侯友宜發言人就回應了 凱旋院呢是合法的資產 價格是由委外的公司決定的 在地上洗出六個大字 包租侯坑學生 在平安夜 台獨運動人士帶著特製的模板 到文化大學附近的凱旋院門口 控訴侯友宜欺負學生 周一早上已經看不到前一天的標語 但留下一大塊清洗的痕跡 侯友宜兩次參選新北市長太太的這棟建物 都被拿出來討論 就算過去的大群館 已經交由物業管理改成凱旋院 2024總統大選依舊是對手攻擊重點 綠營緊抓機會持續猛轟 不止日前賴心得批評 換算下來凱旋院每坪房租比101大樓還貴 評論員李政浩也在臉書上表示 凱旋院的租金是附近相同學生套房的兩到三倍 凱旋院是合法資產 目前已經不是學生宿舍 價格也由委外的新售公司來決定 反倒是賴清德的非法幽靈房屋應該對外界說清楚 回擊過去就是被綠營追打凱旋院才會交由物業公司管理後漲價 不過租屋議題依舊燒不停 解放的流程為台北上報導